这段有些晃动和模糊的画面来自18年前 其中以说唱形式吐槽学校对男生头发长度规定的少年名叫牛杰 谁也不曾想到如今的他已站上三尺讲台成为人民教师 而这段视频也走红网络让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50多万粉丝 1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胡和哈德市第一中学高二年级语文教师牛杰接受了记者采访 那段视频实际上是我们忽视一中建校100周年校庆晚会上的一个节目 因为18年前正好我是忽视一中的高二年级的学生 我突然就想起来当年的自己那个状态了 我也是想让更多的网友能看一看 其实当年的一中的学生就是可以说在这种很宽松的 很自由的一种环境中成长生活的 也是我当年的一个青春的记忆吧 就发到网上了 没想到一下这么多人关注我这个事情 牛杰的视频一经发出就引起网友热议 有网友调侃说这是现实版的屠龙少年忠诚恶龙 对此牛杰有不同的看法 我在跟学生分析这段话的时候 我就说如果你说我是屠龙少年 学校是恶龙 好像学生跟学校就是一个对立的 我不太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 如果是屠龙少年与龙的关系 那个龙也不可能让我在他100年校庆的这个场合下 去吐槽你在你面前张牙舞招 恰恰是当年的学校就是一种宽容的 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 它让每一个学生去多元的表达 去多样的发展 我说这个恰恰我觉得是学校对学生的关怀 对学生发展的一种推动 我更愿意用这个出走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这样的一个理解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牛杰从小就兴趣广泛 喜欢摇滚乐和相声表演 如今走红网络的这段视频 在当年也是他与同学自编的群口相声中的一部分 在那之后 牛杰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华中师范大学 并在大学期间创办了该校首个相声社团 如今成为教师 牛杰的一身功夫也没有丢掉 视频走红网络后 牛杰还用自己独特而又不是幽默的说唱方式进行了回应 本来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老师 根本不知什么流量热饱粉丝 昨天一天一夜差点把我狗吃 什么 我火了 消息提示怎么点也点不消失 怎么一直都是那新增粉丝 都说通龙少年回来成了老师 其实出走半生 回来分享我的所知 我就想告诉学生 你就像当年了老师 有点团面有点迷茫 有点一无所知 其实只要专注 每人都是大师 牛杰告诉记者 回到母校任教不仅是出于对母校的感情 也是希望更多学生在包容的环境中顺利成长 如今意外走红 他也希望大家的关注点 能够更多落在教师群体和教育本身 现在我回到母校又继续任教 继续做老师 但是我依然保有那样的一个青春的热情 我依然是以一个少年的姿态 以一个少年的心态 去跟我现在真正的这批少年去做朋友 跟他们一起成长 把我当年在医中走过的这一段青春的路径 让学生也继续的能传承下来 就知道自己在青春的这个年纪 该做什么 该付出什么样的努力 我觉得大家如果能从我这个事件上面 能学到这一点 我觉得就已经很棒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